嗨 大家好 這裡是FreshLab攝影實驗室 還記得大概在八、九個月前 我們評測了OM System 也就是Olympus它的旗艦機種OM-1 那時候它的很多功能跟AI變速對焦 讓我覺得還蠻驚艷的 時隔不到一年 OM System也緊急的推出了新機種 那就是這台 OM-5 比較不同的是 這是OM System 第一台在軍艦部 採用了OM System字樣的機種 因為上一台OM-1 它的軍艦部上面灌的還是OM-5 在這部評測裡面 我們除了介紹它的外觀 功能 跟我個人的使用心得之外 它還會有大量的實拍 以及實際的錄影畫面 那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這次也帶它去 台中的利寶國際賽車場 來測試它的實拍功能 接下來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好 我們今天來到的是利寶賽車場 那來這邊要拍什麼呢 最主要是要測試這台 Olympus或者說OM System 最新推出的這台相機 OM-5 OM-5它是繼承了 EM-5系列 OM-5同時也是 OM System裡面的 第二款相機 那第一款是 OM-1 那第二款就是這台 OM-5 那這次拍賽車 我有OM-5搭配的鏡頭是 Olympus的 Pro鏡頭 它的焦距是40x150 焦距是80x300 因為我覺得這個焦距拿來拍賽車 其實是很好用的 它其實不用到太望遠 那這個焦距的覆蓋範圍 可以還滿完整的捕捉 車輛過彎的姿態 好 那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好 然後我現在發現一個獨特的構圖法 就是你看到這邊有個洞有沒有 我們就這樣 把相機塞進去 然後注意不要磨到鏡頭 注意不要 好 這次就可以拍到 一個很特殊的構圖了 好 拿槍介紹要小心 小心小心 千萬不要刮到 這個就是M43的強項 它可以這樣塞進去 這樣直接拍 好 還是不要模仿 現在這個點比較特殊喔 現在這個點比較特殊喔 就是正規賽道 然後另外一邊呢 是卡丁車的賽道 所以站在這條路上 你可以同時拍到兩邊 像有時候正規賽比一比休息的時候啊 這邊卡丁賽車場 偶爾也會有賽事啊 那你背後如果拍膩的話 就可以來拍這邊的卡丁車 只不過這邊角度比較高啊 它構圖會稍微受限一點 這個彎道比較特殊喔 因為它是一個S型的彎道 然後帶有點緩緩的上坡 所以我們可以從車的屁股拍 然後帶到一點彎道的延伸感 用長焦力壓縮感去壓 賽道這個圍欄上啊 有些地方會開一個這樣長方形的洞 然後用個黃框這樣標起來 那它是為了方便攝影去做拍攝 那其實這個有些位置 它並不是那麼的理想喔 那構圖會有點芭樂 那所以說我們在拍的時候 還是要自己去找點 像以這種鐵絲網來說 如果你的鏡頭的焦段夠長 光圈夠大的話 其實可以直接隔著鐵絲網拍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鐵絲網就是會沒有那麼明顯 那或者是說你要自己去找那個圍欄之間的空隙 去拍 那這樣的話構圖就比較有變化 那在拍賽道的時候啊 其實你要特別注意順光和逆光的差別 像這個應該是3號彎 那這邊應該是6號和7號彎 那早上的話呢 這邊拍3號彎這邊會是逆光 所以我們要拍這個6號彎和7號彎 然後等到下午我們就可以拍這個方向 好那我們測試器材喔 通常試到正常的功能OK之後 就會想嘗試一些比較特別的拍法 像我們剛剛到目前為止都是使用高速快門 來凍結畫面 快門都會拉到1千分之1秒 八百分之1秒 那整個物體和背景都會是清楚的 那接下來我想用慢快門來拍車車輛的流動感 那要怎麼用慢快門呢 快門速度我希望能夠壓到六十分之一到一百分之一左右 那反正我們就試看看六十分之一八十分之一一百分之一的效果看看怎麼樣 那為了達到這麼慢的快門速度喔 我的ISO必須要降 那這台OM5呢 它的ISOJD拓展有到ISO64 光先盡量輸啦 當然F11 F13 F16 但是也不要說太小 因為說太小畫質會比較差 不過因為慢快門的主體啊 通常主體都不會到非常的清楚 它會稍微有點晃動 這個要看你追焦的手的穩度喔 所以其實光去小一點也沒關係啦 那我們現在就先設定一組參數 來試看看吧 我原本覺得六十分之一秒可能差不多 但其實六十分之一秒太慢了 我後來試了八十分之一秒 一百分之一秒 其實一百分之一秒就OK了 那在構圖的時候啊 我會盡量相機會傾斜一個角度 然後這樣去拍攝 這樣看起來 主體會是傾斜的稍微有點速度感 和重心偏移的感覺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在這樣慢快門的速度下 如果你的手的 騙徑的速度 有跟上車輛的話 那車輛會是清楚的 車輛會是局部清楚的 然後背景會有個脫線的流動感 那這就是慢快門 那因為其實OM5這台啊 它的 應該說Olympus和OM System 它的防守震度非常的強 所以其實你在騙徑的時候 是可以騙得很穩 這點其實你在觀景窗裡面看 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它的畫面是很平穩的 所以其實你去做賽車的騙徑啊 其實並不會太困難 那其實整體還算蠻好上手 那透過剛剛的現場實戰啊 其實你可以看到OM5的連拍 以及追焦功能 都算是在水準之上 那我會覺得以這樣的題材來說啊 用M43來拍攝 算是綽綽有餘了 那不過身為一篇正式的評測 我們還是會必須要提到 這台規格方面 以及我個人對這台相機的一些看法 那OM5呢它採用的是 2040萬畫素的 M43搞光硬件 打載121點的相位對焦點 6.5G無作防震 如果搭配鏡頭 可以達到7.5G 那等一下我們會在實拍片段中 展示到這兩種防震的效果 那機器連拍最高是每秒10張 電子快門 以及ProCapture功能 可以達到每秒30張 在計算式攝影方面 那5000萬畫素的高解像模式 現在讓你可以用手持拍攝 那其他像是Live ND LiveCamp 也是很實用的功能 ProCapture也是你拍動態跟生態必備的 此外還有星空對焦 以及更好的眼部對焦演算法 在機身配置上面 基本上跟曬代EON 5 III 幾乎是完全相同的 其他像是觀景窗 側翻螢幕 這些配置 都跟上一代大同小異 不過耐火性提升到IP53 能夠耐含負實度 大致上來說 雖然OM5的細部規格跟EON 5 III相當類似 但電子性能是EON 1 III的嘴准 這個有點像是中俱機的外表 但卻有上一代旗艦機的性能 因為按摩的機能 變容易 搭輪的機能 來換你的灘端 在山上 船時尚 推出 改變 安定 搭輪 相對於OM-1這麼性能與硬派的作風 OM-5它相對來說比較偏生活化使用一點 當然要用來拍生態也並非不行 除了我們前面提到的賽車追焦攝影之外 我們也拿OM-5嘗試打了一些鳥 搭配100-400mm f5.6.3 iS這顆鏡頭 效果也都還不錯 拉到等下800mm 你可以感受到它的機身五折防震 效果是相當顯著的 在使用像是40-150mm f2.8 Pro或者是100-400mm 這類鏡頭的時候 我還蠻建議搭配這個ECG5握把來使用的 雖然說這個不是新的東西 上一代的EM5 III就能夠使用了 但是它的設計還不錯 除了改善握感之外 因應握姿的改變 它還有多一組快門鈕跟乾坤可以使用 如果用OM-5來長時間拍攝的話 這是一個很值得使用的配件 近年很多款相機都有面向錄影市場靠攏的趨勢 OM-System當然也不例外 雖然說規格上 4K30P是稍稍可惜的地方 不過支援了Cinema 4K 有的140-96x2160 在這個模式下的碼率是237MBps 這也是你能夠在OM-5身上錄製的最高流量 這跟EM1 Mark III是一樣的 實際上我在用OM-5錄製的時候 它給我的感覺真的很像是EM1 Mark III 它包含手持運件的穩定度 甚至在影像調色方面 多於EM1 Mark III 可以說是基本相同 OM-5在錄影上新增了一個小功能 就是直視影片 在拍攝給手機看的這種短影音的時候 就不必再進後期轉向 瘦身是4和2 8bit 具備OM-Log 400 可以提升暗部跟高光細節 後期可以用達芬奇直接套用LUT 這裡還是蠻方便的 實際上我在錄製的時候 還是使用4K HD 30P為主 因為Cinema 4K只有24P 限制會稍微多一點 整體來說OM-5的錄影功能 雖然是夠用 但還是稍稍讓我覺得有那麼一點可惜 其實應該說 我覺得從以前的Olympus 到現在的Olympus System 其實是很有本錢把錄影這塊給吃下來的 例如它有超強的防手震 手持運件的穩定性 也是可以媲美到搖臂跟滑軌的程度 即便你是生態攝影或是兩類攝影 像這樣的影片 其實是搭配140mm F5-6.3iS深刻鏡頭拍攝的 哪怕是你在等下有800mm 即便是手持也是非常穩定 這個是你在其他系統上看不到的優勢 我在錄這幾段影片的時候就想著說 如果有4K 60P那肯定就是更好 不過確實 OM-System選擇把4K 60P留在OM-1身上 所以OM-5這樣做其實也是能夠理解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像是OM-5這樣的中間機身 它的定位不夠明確 性能與旗艦機有所區隔 但價格也沒有便宜到入門機這麼便宜 但是我們也不妨可以這樣想 OM-5它算是在EM5 Mark III的機身上 加入了上一代旗艦機EM1 Mark III的性能 這也是目前一些相機場在走的趨勢 那就是讓中階機也能擁有旗艦性能 如果說有什麼是我覺得OM-5最應該加入的功能 那應該是源自於OM-1的AI變式自動對焦了 這個也是OM-System一個格外強大的武器 它能夠讓你拍攝各種題材上都有更高的成功率 雖然說OM-5它沒有車輛對焦跟鳥類對焦這些進階度對焦系統 但其實透過前面的實拍你也可以看到 在拍攝像是賽車之類的機材的時候 也是能夠有不錯的成功率了 那我自己大概推測OM-System原廠的內部想法可能是這樣 他們可能覺得OM-1的AI變式自動對焦應該是旗艦機專屬的功能 那OM-5如果有的話 那產品定位可能就會變得有點以下犯上 當然這是我自己的想法沒有跟原廠求證過 但其實我是覺得包含像是機身設計操作性 電量續航這些硬體面的東西 當然也能構成所謂的產品區隔 如果說我現在推出一台機身 它是中間機的售價跟外表 但卻有現役旗艦機的功能 那肯定會讓很多人覺得更加超值 那或許OM-5後續也有可能透過熱體更新 來解放這個功能也說不定 整體來說我會覺得OM-5它就是一台能夠放在包包裡 隨時說走就走的相機 那它的優勢最主要還是在於它這麼輕巧的體積 以及重量 那最後300多克 大概也就是全服機身一半 那它也大幅減低了你帶出門的負擔 那外觀設計上有個特點 每次我介紹到Olympus以及OM System的時候 都會不厭其法一再提到 那就是在正面背面側面 你看不到任何可現的螺絲 這也算是OM系列的堅持之一 OM-5的推出比較像是給了 N43以及長年的Olympus粉絲們一個交代 那彷彿在告訴大家說 接下來我們還是會繼續不斷努力推出新機 那這樣的用意也等於是讓Olympus使用者們 吃了一顆定型碗 而其實我個人還蠻樂見N43有新的機身推出 那無論如何能夠持續耕耘一個市場 數十年都是一件令人欽佩的事情 最後每次講到N43 下面都是會有一些網友在討論騙復怎樣怎樣 那我這邊分享了一些我個人的看法 跟這些人分享 其實全服也好N43也好 那無論你喜不喜歡 這都是一個新的選擇 那有了這麼多選擇 我們才有更多的創作工具 才有了更豐富的影像 很多事情沒有絕對好或不好 只有適合和不適合而已 好那這大概就是我這段時間使用OM-5的一些心得 那最後也特別感謝原油實驗借給我這台OM-5進行測試 那如果有關於這台相機的一些問題 那或者是有什麼國外的想法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區告訴我們 好那這也是Fishwrap生理生日式 我們下次見囉 Rachel